羅秉承稱NCC評分瑕疵可以補證 不過被高刑判決要發回重審 沒有補證這條路 中天質疑行政院發布假訊息 NCC還提到重新評分還是不及格 這是未審先判嗎 都還沒有重審就判中天死刑 NCC審中天的這個案子 法院已經做出了判決 那這個判決當中 確實是雙方是有輸有贏 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在這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是有些瑕疵 需要NCC要來改正 但是對於重新發照 還有國家賠償的事情 則是駁回 那這件事情 我們尊重法院的判決 也尊重NCC 獨立機關所做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說明 那我相信各界 都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說明 但是更重要的呢 如果任何的一方呢 敗訴的一方呢 有任何的意見 要提出上訴的話 我們尊重他們的權利 那其實看到過去還有好幾件的案子 最後到不管是地院或是高院 之後都撤銷或是不罰 那麼多 就被人家質疑說 難道當初真的是在濫罰嗎 因為連那個法務部長賴清強 今天都有講說這種狀況 其實不常見 當然不常見嘛 差不多有九件十件你知道 那而且有幾件都已經確定了 有幾件是一審 一審NCC輸了 所以表示的確是濫罰啦 濫訴濫罰 所以NCC的那個法律訴訟費 原來一年才變150萬 現在變成1000多萬嘛 政府機關怎麼可以這樣呢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常常講言論自由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要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那執政以後就開始控制言論自由 控制言論自由 它有兩個方法控制 一個是給糖果吃 政府的預算 你聽我話我就給你預算 我給你預算 政府預算很多 第二個就是罰你 罰你 然後要不然就是用這個 這個不給你執照 然後來威脅你 造成媒體的寒蟬效應 所以你現在看幾乎 百分之八九十的媒體都變成綠媒 就是這個道理嘛 對不對 你聽我話你就有好康 你不聽我話你就要倒霉 那你看他這個一而再而再而三 被撤銷這個處分 你就知道當時的處分是有問題的嘛 法院都不認同嘛 然後再根據這個處分取消你執照 就是這樣而已 那在我們怎麼看 因為今天那個蔡經常也說 如果NCC需要法制上面的建議 他們會願意提供 然後中午的時候羅秉承也說 這一些程序上面的瑕疵 法律上面是可以補證 但是法院都已經說這個評分表是違法的 倒也不能夠校正回歸 到底要怎麼補證 是不是法務部行政院動起來 開始來救NCC 就關關相互啦 他就不可能承認他的錯誤嘛 那 因為原來很簡單嘛 既然這個高等法院判 NCC的三項裡面 特別是撤銷執照這個 這個沒有過嘛 就是要撤銷執照 那NCC如果謙虛一點就從審就是了嘛 從審就發照就好了嘛 那他不肯啊 他就要上訴 然後呢上訴以後呢 這個最後如果說最高法院 以同樣高等法院 就是說撤銷他的撤銷執照 那NCC就要來再重審 那重審會怎麼審你又不知道 那你現在看行政院的態度 看法務部的態度 看這個發言人的態度 顯然行政院也沒有要承認錯誤嘛 顯然行政院認為說 NCC這樣 那我給他法律支援 我什麼意思要給法律支援 NCC本身就有法務處欸 我記得 對不對 他裡面有很多法律人才欸 那幹嘛需要你行政院法律支援呢 那你是支援他什麼東西呢 你是要幫他支援官司這個打贏嗎 還是說你要這個幫助他承認錯誤呢 話也講不清楚啊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 社會都看得很清楚啦 對NCC來講不要上訴 然後這個叫你重審 按照這個應該有的辦法重審 你就重審 重審完了就給中天執照 最簡單嘛 那你不此之途 其他的事情喔 顯然看得看出喔 你根本就沒有這個悔改的誠意啦 沒有認錯的誠意啦 而且就是不給中天造這些主份啦 就是要被撤銷了 然後事實上他關鍵裡面 談到就是說這個評分表令定嘛 為什麼當初 就是要叫一個令令主份表呢 這精算過就是要讓中天做不了關嗎 就是NCC當時就沒有按照辦法 該有的辦法來做 那你拿一個奇奇怪怪的一個標準 然後把中天撤銷他的這個執照的這個換發 其實我認為就是不想給中天過啦 那反正我想跟你過 我就1000個留給你過 我不想跟你過 我就1000個留給你不過嘛 有點欲加之罪啦 你特別從那個處罰就知道嘛 對不對 很多人檢舉 廢話 那這個政治的東西 本來就有不同的立場嘛 那這是一個嘛 那要發動檢舉大家都會啊 這是第一個嘛 第二個 那你因為檢舉 然後你就說我特別去查他 那別台也有同樣的狀況 為什麼不查呢 為什麼查我呢 因為別人沒有人檢舉 這是他的理由嘛 那檢舉後就開始罰 然後一件A B C 因為A被罰了 B又被罰了 就是第二件的所以第二件加重 然後再來C 第三件被罰了 第三件更加重 然後最後就是A B被處罰太多 所以就不換招 其實你整個來龍區門就是這樣子 你不管他用什麼標準不標準 反正就是要不給你過 要讓你不能夠繼續這個撥下去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完全是政治上的理由啦 就覺得說你們這些傢伙 因為那時候韓流帶動了這個 在當年的這個縣市長選舉 國民黨贏嘛 民主黨輸嘛 火大我們就把你幹掉嘛 其實就是這樣 那趙龍最後想問一個 因為現在如果NZ這個案子 民進黨政府現在都死不認錯 是不是有點 就是我錯了 但我也不認 很像流氓政府的這種概念 就是說你做錯事 以政府來講做錯就要認嘛 你做錯不認 那不是等於流氓 這比流氓還糟嘛 黑道有時候還講講義氣嘛 對不對 那對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有問題的 最簡單就是說你今天當時被處罰 很多原因是因為 中天被撤照的很重的原因是 你被處罰太多 那你現在被處罰都已經被法院撤銷了 那你這個廢紙要執照 不發執照的原因消滅了 就該發就是了 對不對 那他現在這樣扯來扯去 不肯這個立刻改正 他就是拖時間嘛 他就拖時間啦 然後跟他拖拖拖 然後如果把這個 一拖就是一兩年兩三年三四年 這時間對不對 這打官是很不花時間的啦 然後呢 希望明年 他們希望民進黨能夠贏 贏的話他再繼續可以這樣 這樣這個阿把下去嘛 所以呢基本上重要還是明年的選舉啦 明年的選舉呢 我覺得讓民進黨下台 讓他徹徹體體的痛一次 讓他受到教訓比較重要 否則的話他不會改的啦 有關於昨天NCC的法院裁罰NCC的判決是有問題的 那您有什麼看法 首先當然非常開心齁 那第一時間我正在車子上面掃街齁 但是就我跟我們徐曉星 當場都覺得那種興奮到雞皮疙瘩大家都起來 那是同時的感覺 後來我遇到好多人 他都聽到這消息 雞皮疙瘩大家都起來 那真的是一個你知道壓抑在心頭很多年 你看中天他一個新聞台 就被民進黨政府用這種阿把的手段 把他直接把他關台了 那這是在過去在陳水扁也不會做的事情 馬英九根本不用講 他想都不會去想 但蔡英文去做這件事情 我是很感慨 因為我是第一個發出警告的 大家也知道那時候我就說中天會被關 那也大家開始關注這個事情 那當時我是得到一個內部的消息 來自於民進黨政府內部消息 那我把這個消息曝光的原因是希望 給民進黨一個當頭棒喝 叫他們千萬不要做出這種違反正南龍 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這種背叛民主 背叛新聞自由的事情 令我非常遺憾甚至也覺得非常可惡的事情是 結果他們還是強悍的跟東廠一樣 就把中天關掉了 那經過多年的訴訟 不但是在各種各樣就是雞蛋裡挑骨頭的裁判案當中 中天一而再再而三十連勝 現在第十一連勝是一個非常指標性 就是直接攸關中天被關台的這件事情 高等行政法院一個耳光橫橫的就打向了陳耀祥 打向了蔡英文 打向當時在追殺中天 逼迫關台的這一群 我們講反民主專制的一些執政者 那這個指標性的就是代表說 台灣其實我們的公道還存在 我這邊也要告訴大家 蔡英文你夠了 你今天如果還有一點點 你稍微對民主的一種 我們講說一種良知的話 你現在立刻把中天赴台 立刻赴台 你要知道中天關台對中天損失七十億 我就問將來國賠是你蔡英文出 還是你陳耀祥出 你誰出這七十億 誰出這七十億 納稅人出嗎 納稅人憑什麼幫你出這七十億 可惡自己 真的可惡自己 可是當時他就是為了一個執政者的利益 說關就關 為了慎選 不擇手段 所以在這邊我也要說 當然我相信民進黨還是不會讓這事情結束 謝謝 呵呵呵呵 好 要讓這次結束只有一條路 2024政黨人體 還有一條路 和尊重 都在希望 人家 都在希望 支持 都在希望